原标题 主政的号战派李笋 妄图建立在中南万岛地区的霸主地位 吞并了老挝出兵柬埔战 严重危害了中国南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1979年初 我国在连番警告越南当局不要玩火无效后 被迫发动了庄严 而又神圣的被越反击自卫战 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残酷 拥有数十年连续作战的越南陆军 在占据地利和人口的条件下 作战水平相当高 在和玩练的越南陆军战斗的过程中 我军勇献出了许多英雄般的国之战魂 杨朝芬1958年出生于广东省徐文县 高中毕业后 他于1978年3月参军入伍 在越42军邀四三师四七八团 一连当战士 刻苦学习军事技术的杨朝芬 曾在全连刺杀考核中获地 二名 1979年初中越战争爆发 他随队奔赴广西前线 2月17日凌晨 我军奉命将越南陆军重兵把守的竹林山高地 发起进攻 杨朝芬被边陆突击连队爆破小组中的第二爆破手 竹林山头遍布着大大小小三十多个越军隐藏的暗宝 一手南攻 越南陆军在此处布置了武器较雷先进 火力很密集 随着一声令下 我军在后方一针爆声响起后 火力组合爆破组 同时朝着竹林山高地发起了冲锋 越南陆军火力果然很猛 数十个暗宝里面向我军射出密集的枪弹 顿时不少突击队员被击倒在地 同时冲在前边的爆破组战士 也成功地引爆了不少越军的暗宝 两军在竹林山腰上进行了短兵交接 十分激烈 杨朝芬身背着一排手榴弹 手握着爆破头 连续爆破了三个越南隐藏在山腰的暗宝 继续往山上冲 这时越军山顶下沿的坑道上 发出一阵猛烈的重击枪扫射 火军几名爆破手当场 阵亡 排长被击中摔向了山坡 原来这是越南隐藏在山顶最大的一个老虎口暗宝 展开全文阳朝芬 巧妙地用山腰杂草的掩护 迅速向越军暗宝冲去 在接近越军暗宝十多米的地方 他从腰间取下一枚手榴弹 使劲向上甩去 正好落在越军暗宝射击孔前 越军慌了手脚 暂时停止了射击 就在这一瞬间 他趁硝烟未反 一跃而起 猛虎般冲到越军暗宝射击孔旁 迅速地将爆破筒往射孔里一捅 正要拉燃导火索 爆破筒却被越军反推了出来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 杨朝芬发出怒吼 把牙关一咬 左手拿起爆破筒 右手毅然把导火索一拉 再次统计了越军暗宝 刚要转身 越军又将爆破筒反推出来 落在杨朝芬右脚旁边 爆破筒的导火索在冒着白烟 眼看着爆炸时间马上到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杨朝芬双手拿起冒烟的爆破筒 用尽全身气力 第三次塞进 越军暗宝里顺势朝地上一滚 几乎就在同时 红龙一声巨响 爆炸的火焰冲天而起 暗宝内的越南陆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关键的暗宝被炸塌了 前进的道路打通了 我军冲锋的那喊声 震撼了整个山谷 战后富商的杨朝芬被追击一等功 不久便升至二十一连排长 后来中越边境冲突结束后 他身居广东湘门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官至正团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